注意看,当加拿大名将米根和罗沙琳最后一跳完成后 除了中国的观众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冠军非他们莫属 因为场上众多参赛选手,没有一人能闯进80分大关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冠军已经尘埃落定时 此时,我们的两名小将站上了10米跳台 而他们接下来的这一跳直接震惊世界永连 这是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永连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现场 这次比赛各路高手齐聚一堂,代表中国出战的是陈若林和刘慧霞 而他们这次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,却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米根和罗沙琳 值得一提的是,加拿大在该项目上的实力极强 以小组第一的优势,一路高歌猛进,冲进决赛 但他们这次却遇到了中国选手小将陈若林和刘慧霞 所以,这次比赛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率先出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潘德利拉和李王 面对较大的压力,在第一跳发挥不好的情况下 第二条,他们选择了难度系数二型 这一跳十分不错,裁判给出了56.40分 目前占据第一的位置 最后出场的是加拿大选手米根和罗沙琳